广州一间小学门口8号下午2点左右传出尖叫声 一名男子持刀攻击学生和路人 随后多辆警车救护车到场救援 虽然第一时间现场不少家长出手制止凶嫌 但还是有三人受伤 其中两人是小学生 大批警力到场后压制凶嫌将人带回调查 初步通报有三人受伤 其中一名五年级女童重伤 三年级男童被刀划伤 还有一名成年女子也受伤送医 赵兴南凶贤60岁 为什么砍人还有待厘清 有网友表示 案发后校门口已经加派人员站岗巡逻 从地图来看 案发地点在天河区华强路 附近有多家连锁饭店 是当地热闹商圈 时间往前推短短9天 上海超市也爆发砍人案件 造成三死15伤的悲剧 9月18号 深圳日桥学校一名十岁男童 上学途中遭44岁男子持刀刺重腹部 隔日凌晨不致死亡 6月24号 苏州的日本学校也爆发袭击事件 一名大陆男子持刀攻击日籍母子 校车工作人员上前阻拦 惨死刀下 不到三个月 大陆接连发生多起砍人案 而且都有未成年受伤 甚至死亡 掀起议论也引起恐慌 TVBS新闻程序 李敏珍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